很多人都沒有去真的開逆議去聽 一聽到大灣居就業計劃 以為就是上去不下來 我沒有朋友、家人 而且會變成大陸化 其實是你在香港做六至十二個月 不過給你有機會去六至十二月 回國內的公司去實習 去了解國內文化、交流和人物 是否不同 但是一聽來我們回國內十八個月 我十八個月沒得上網 沒得Facebook 我沒有朋友 以為是這樣 但不是的 我發覺大部份他們的工作 朝九晚五六天可以下來 本身可能請回當地的員工 幾千元可以 但如果要請一個香港的人 或者外地的畢業生 其實是要這個數目 即是要一萬多元 而我從另一個角度看 如果在一份工作中 這十八個月表現得好 其實我想那間公司 也很願意繼續留給你 雙方的僱員 也有同學說 我有十八個月的經驗 其實你出去找甚麼 你會容易很多 其實從大企業來說 如果今天有兩份CV 一份在灣區做過 一份完全在香港做過 我都會選一個熟悉國內文化 即是別人都請你十八個月 政府又支持你 別人哪個大公司都請你 其實你的優勢一定會給別人好 大家一起去見工 所以這個是剛才你說的 整漂亮自己的CV 看到這幾年政府 亦都是在大灣區有些安排 不過這麼巧就是疫情 沒有想過有一個疫情 令到那個失業率 甚至是應駕畢業生一定會找工難了 而整個社會各行博業的時候 都一定是少了職位 所以你說在去年可能未很大影響 即是二零年畢業那一班 但今年畢業他都看到 快點出了 然後急尿 還有幾萬個人出來 我們叫爭息 你可以這麼說 這次很好 因為有政府背書 有勞工法例去保障 整件事上了去的時候 有些大企業過往 可能真的未必請本地畢業生 他都未必會 所以這次是好的機會 其實請了你才說 二千個位 你都要爭的 是吧 講幾萬個畢業生 其實有幾千個去爭 我相信很快會滿 現在所以你看到 小事牛刀 這次反應也好 我相信政府是去加碼 尤其上一代 聽到從來都被政府貼錢你上班 你是沒有想過這件事 但現在很幸福 你還是要做了 你還是要做了